俄军朝乌克兰东南部城市 马力波的钢铁厂 投掷重型炸弹 并且命令厂内的乌军投降 这里不只有乌军死守 马力波市议会表示 还有数百位平民 躲在钢铁厂的防空洞 光线昏暗的地底避难所 成了许多当地居民战时的 其身之地 在这里避难的妈妈表示 他的孩子身心状况 已经开始出问题 食物的供应也不足 请求俄军让他们能够安全离开 沿着螺旋阶梯往上走 这是一座充满历史氛围的城堡 有11位乌克兰难民 住进这个爱尔兰的中世纪城堡 爱尔兰宝主和他的西班牙籍太太 看见无数乌克兰人逃离家园后 决定提供他们在爱尔兰的第二个家 给乌克兰人居住 联合国表示 自从乌尔战争爆发后 已经有超过500万人逃离乌克兰 这一群乌克兰难民 有些人已经找到工作 孩子也开始在当地上学 大家现在同坐一桌 一起享用食物 战火的记忆或许难以抹去 但平平安安或许就是最大的幸福 欢迎大家的临重的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分享 请订阅按赞分享